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,一个大大的盒子引发世人关注。 它以不同字体形象展示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变,以及中国人对和平和谐的追求向往。 奥运会在先世界汉字封上。 在中国,最具代表性能体现汉字形体美的艺术大约要算书法了。 从古到今,中国书法一路发现并见证着汉字的风骨神韵。 接下来,我们要去拜访一位书法家,向他请教有关汉字的时尚秘诀。 许静,江苏淮安人,自幼学习书法。 他和许多人一样,致力于寻找更多途径,让书法及汉字的时尚魅力得以展示。 现在,在不少想遇海内外的电影大片中,人们都可以借助许静的笔墨,领略到中国的书法之美。 哇,这个人好熟悉啊。 梁朝伟,就是我们2000年的时候拍《英雄》,然后我们在敦煌,教他学书法。 电影里面有一些关于书法的戏。 你还记得当时是叫他什么字吗? 一个箭子吧,电影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箭子。 书法也是慢慢地能够走向世界, 就是他能够交很多朋友,跟不同的这种行业,或者是不同的艺术家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。 以书法为代表,汉字、汉语学习,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需要, 俨然也是当下国际时尚的潮流趋势。 一些政要、明星纷纷纷以学习书法、文身汉字为时尚。 截至2014年,全球有61个国家将汉语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。 海外汉语学习者从十年前的不足三千万人快速攀升至一亿人。 在汉字里面,我特别喜欢一个字,就是加这个字。 因为它让我想到了温暖,想到了我小时候美好的时光, 但是当我看到了它甲骨纹写法的时候,就是这个样子。 引起我兴趣的就是,它外面房子的这个模样,只有四个笔画,它代表着什么呢? 从甲骨纹中,可以看出来,中国古代的房屋都是以木质结构为主的。 两根船,两根柱子,就是一座房屋的横截面。 而行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,你也随处能发现建筑和文化的有趣结合。 非常可爱的眉毛,特别让我想到,就是我爸爸之前跟我说过, 就是中国人是不可以见眉毛的,因为他说眉毛是长寿的,越长是越长命的。 然后有一次我记得,我跟他一起去见头吧,然后他不太仔细听那个理发师说的话, 结果理发师说,眉毛要不要我帮你秀一下,他说,啊,好的,好的,结果一秀,啊,十年没了,天啊。 匠心独具的门口屋檐,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建筑结合的小小实力。 实际上,中国的古代建筑,从取材用料,地理位置,到形状颜色,风水走向,无不有说法,有讲究。 当今世界,人们在拥有一定的物质财富后,转而寻求精神上的皈依。 中国传统的居住文化也因此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。 那么除此之外,中国人自古传承的智慧和现代建筑理念又会有哪些奇妙相遇? 它们之间又激发出什么样的时尚灵感呢? 这座造型独特的大厦,坐落在加拿大密西沙加市。 2012年落成后,荣获了美洲地区高层建筑最高奖。 它的设计者是中国人马延松。 马老师,你好。 你好,你好,欢迎。 谢谢。 带你转转。 在工作室,我们见到了这座大厦的模型。 它叫梦露大厦。 因为造型曲线妖娆,与美国女演员玛丽莲梦露有的一拼,因此得名。 让人奇怪的是,梦露大厦建成以后,东方人觉得它很西方,而在西方人眼里,它则是一个地道的东方建筑。 我觉得从建筑角度来讲,因为在过去所有的楼都是更高,更强大,更显示力量,而这个楼它改变了高层建筑的原来的那种价值。 它是要更自然,更柔软,更人性。 我觉得你看这个边缘,它形成了建筑的轮廓。 这个让它又有一种力量,又有一种很圆润的感觉。 我觉得有点阴阳的意思吧。 阴阳相生,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个重要思想。 马延松在设计里想表达的,就是要在力量中有柔软,在柔软中显力量。 马延松的建筑设计作品,有不少就是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。 2010年,意大利首都罗马,想对一片70年代的建筑进行改造。 为此,马延松和他的团队花了四年时间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, 并最终在众多竞标者中一举夺魁。 那么,他又是靠什么取胜的呢? 这些全是几百年的房子在这儿。 然后这个建筑是我们在罗马设计的一个算是改造的项目。 这个是非常的突出在这儿,特别的东方。 就是感觉让我想到这个四合远,就是中间是这个空的。 我觉得这个院落里边应该是一个精神的空间。 就是让人从这个外面的马路进到院子里以后,感觉非常的安静。 然后觉得生活在这儿,心情非常的平静,非常狭义。 所以这里边是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水面,是给人一种很安静的感觉。 马延松把原有的闭合空间变成一个打开的共享空间。 而把看似无用的间隙改造成了园林和露台。 建筑内部也因此获得更多自然景观和光线。 这种无用之用,也是马延松一直坚持的中国古代留白理论。 就像中国的水墨画,总有一块地方空着, 为的就是给人以探寻言外之意的空间和想象。 看来,正是这种充满东方韵味的设计理念, 才使他的方案一军突起,而得到罗马市议会及政府的首肯。 除了马延松,还有很多建筑师, 诸如贝铭明、王树都在努力寻找着, 把中国传统文化韵味融入到国际时尚建筑风格的办法。 对时尚的认同,或许正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。 当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作用愈加重要, 兼具磅礴雄浑与优雅细腻之美的中国文化, 必然也会在全球时尚界施以作用、引领潮流。 如今,包括中国哲学、文学、艺术等在内, 众多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理念, 正越来越多地融入建筑设计师们的作品, 创造性地改变着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城市的面貌。 与此同时,也正有越来越多的人, 以博大、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创作源泉, 结合最新时尚元素将中国风吹向了世界。 自然跟建筑的一种结合,就是一种东方的理念。 我想看到这种理念变成一种未来的建筑,是什么样? 很多你的精神是来源于古代, 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传承和发扬。 我其实有一个很狂妄的梦想, 是想把苏绣,把这种生活方式或这种审美观传递到全世界的。 拍摄这么多天,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知识不够用, 什么都想学。 我想和兰玉的妈妈学习苏绣, 想和徐静联系书法, 还想了解更多包含在中国建筑中的传统文化。 其实说了这么多,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, 只有把我民族的脉搏才能始终走在世界旅动的前沿。 好了,我也要带我新买的旗袍。 回到英国,告诉我的朋友们, 我的所见所闻。 中国这么大,永远渡不完。 你说不知道的中国,精彩,继续。 我爱你,是哪一家? DIY,莎世比亚,在黄奸或听打电话。 应该来的玫瑰花。 我爱你,莎世比亚,在黄奸或听打电话。 我爱你,莎世比亚,在黄奸或听打电话。 我爱你,莎世比亚,在黄奸或听打电话。